广州立湾区最近新增本土中共病毒确诊病例 一位郭女士还被确认感染了印度出现的变异株 通报并称不排除是意外暴露造成偶发感染 但官方含糊说法引发不满 有网民质疑广州是不是有未发现的传染链 不可能一个老人家待在广州突然被传染到印度病毒 有专家推断印度变种病毒株已经在广东或社区传播 以比特币为首的加密货币在经历几个月飙涨后 最近又全线大跌 中共党媒坦诚此事与中共最近两大打压动作直接相关 即三大金融业协会联合声明后 金融委也出手打击包括火币、BTC TOP等中国矿池营运商 已纷纷暂停在中国业务 甘肃马拉松越野赛21人死亡的悲剧 引发舆论批评声浪 中共中纪委立主要彻查事故责任 有评论认为 北京当局可能要借这次事件对甘肃官场动手 新上任的甘肃省委书记 韩正的前大命尹鸿 恐因这起灾难事故遇到麻烦 中国水稻专家袁隆平22号去世 中共党媒一度提早宣布他的死讯 事后承认是假消息而道歉 几个小时后又再确认死亡 而中国网路上也出现一些对袁的不满言论 中共当局在全国天津、北京、江苏、不建、山东五省市 抓捕批评袁隆平的民众 新南海台电视真理报道 新南海台电视真理报道